阿们,感谢主 这几天大家都知道 我在外州出差 所以每一天在不同的地方 那明天呢 我会搭飞机去另外一个城市 刚好那个时间 跟我们沉岛时间 连得很紧 如果飞机正点呢 我就能下了飞机讲沉岛 如果飞机晚点呢 那就麻烦了 我在飞机上 历史安排都有困难 所以想一想 我还是今天先跟这个名誉换一下 因为美国的飞机太不靠谱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来讲 《真言》的二十章第十一节 他说泄漫的人受刑罢 愚蒙的人就得智慧 这是一个前后的关系 然后呢 智慧人受训惠呢 也是个前后的关系 他就得到了知识 所以从字面的意义 我们字面的意思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 这个心高气好 很傲慢 很无知 很无理 然后因为他的傲慢 因为他的无知 他会受到刑罚 那因为他的傲慢 他的无知 他受到刑罚了 然后愚蒙的人呢 就得智慧 那今天我特意这个看了一下解经书 那这里面有两两两两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一个角度是 占慢人是一类人 愚蒙人是一类人 愚蒙人是一类人 愚蒙人在这边受了刑罚 那边愚蒙人就怎么样 就得智慧了 正所谓杀鸡 敬猴 这个鸡被杀了以后 猴就老实 所以那另外一个解释呢 就是说 占慢人跟愚蒙人是一类人 我不要接受这一类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愚蒙人才会占慢 一个人我告诉你 他越骄傲 他越无知 他越是一个愚昧的人 一个人越通达 越有智慧 他就会越加的谦卑 保罗说过一句话 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如果是领受的 为什么你们这么骄傲 这么无知 好像不是领受的呢 如果我们有人圣经书 可以把领受经文找出来 放在我们的这个对话框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相信 所有的负面是一类人 所有的正面也是一类人 所有的负面都是里面有血力 有那些不干净的 舒适的东西 那所有正面的都是从神来的 我们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今天 占慢人受刑法 所以这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叫受刑法 今天我终点讲这一块 那后面 当然还有一个点 就是得智慧 那我们看下面那些 细节下面 智慧人受巡回 所以今天 我们就算是有智慧 我们也不完全 我们就算有智慧 我们也可能有三长两短 所以借着我们的经历 我们也可能受到一些 这个管教也好 这个批评也好 这个归正也好 那我们就会怎么样 力上加力 恩上加安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本来就有知识 那就变得更有知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跟弟兄跟姐妹讲 这段经文是蛮积极的 即便你以前是个恶人 即便你以前是个无知的人 即便你以前是个愚蒙的人 那因为你的恶 因为你的无知 因为你的愚蒙 你会受刑法 因为你受刑法 你内心就多少有些改变 有些触动 那你改变你触动 你就变得有智慧了 那当你有智慧了 你开始谦卑了 你开始温柔了 你开始顺服了 那后面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刑罚 受到一些管教 那你就会变得更有智慧了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自己我想 我们中国的弟兄和姐妹 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多少人 生来就是很聪明 很懂事的呢 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 我们我们想一想 从我们信主到现在 哪个人没犯过错误呢 当然我们犯过错误 没有一个人犯完错误就没事了 我们犯完错误 多少都有一个后果 这就是我们讲的罪与法 我们可以不犯错 但是基本上 人非圣贤 熟能无错 所以我们也可能 有些地方我们挺明白的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懂 我们无知 那我们因为无知 我们得罪神了 因为得罪神 我们受管教了 因为受管教 我们一下明白了 然后我开始悔改 然后当我悔改 很多事情就开始有变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我的经历 刚当牧师的时候 真的是啥都不懂 你说牧师 啥都不懂 你咋能当牧师呢 哎呀感谢时代 那是一个时代弘历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人被圣灵感动就信主了 可是信主以后 没人牧养他们 那这个 我这个读书多 那你说那你就给我们讲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们去想一想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 时事造英雄 那当然 有了英雄 有后也可以造时事 所以今天 当中国政府对教会 打击很大的时候 很多教会没办法 继续开展工作的时候 那对我们来说 这不就是机会吗 就像二十年前 那很多人信主 但是没有牧师 那王牧师就这样 洗了糊涂就当了牧师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有可能接下来 你就洗了糊涂的也当了牧师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教会干不下去了 我们教会还干着 那你说这么多人来了 你不帮忙谁帮忙 全指着王牧师勒死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的弟兄 我们的姐妹 经过过去这么多年的训练 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 你们都是完全可以做牧师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今天做牧师 你们现在的水平 至少比二十年前 刚做牧师的Peter 那抢一百倍 所以我就再回来讲 二十年前我当牧师 啥都不读 好多事也不明白 然后呢 但是第一咱可以有圣经读 读不懂咱也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鼓励弟兄 我一定要抄圣经 书读百遍 七一字线 那你抄一遍 就像读一百遍一样 所以第一咱有圣经 在圣经中不断去找大汉 所以到今天 咱们教会的讲道 还是以经解经的 你看我们教会 从来没有一个人自由发挥 我们都是拿一段经文 他就算再自由发挥 就像风筝一样 有一根线牵着 再偏偏不了太远 因为圣经白纸 黑仔是白着 对吧 你不能直接跟圣经 这个矛盾起来了 所以今天 这是第一 所以如果我们的弟兄 我们姐妹将来 你们当牧师了 那你们更要读圣经 背圣经 抄圣经 然后从这里面找大汉 那第二件事呢 我们就观察呀 对吧 有前辈呀 这个我们 我们既然不是领跑的 我们我们就很清楚 那我们就跟着那些领跑的 人家在前面跑 咱们哪会儿跟就好了嘛 别人怎么做的 咱们学一学 咱们也去做 当然 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很成熟了 我们不去模仿别人了 但是那个年代 我们必须承认 哎呀 那个时候 看看人家怎么做 咱也做 所以今天 亲爱的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鼓励你创新 你有啥想法 你去做 但如果你没想法 那你就跟着呗 忙不去做什么 你就跟着做就好了 所以前两天 沈阳的王兴姐妹找到我 他说牧师啊 因为我们沈阳现在有一些情况 所以呢 原来我跟你讲 我要做的这事 可能做不了了 我们在祷告 我们想做一个新的事 我说没问题呀 我说没问题呀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怕的是你没想法 你有想法我高兴 所以今天 我们刚当牧师的时候 我们没想法 不知道该怎么做 眼界做的 我觉得挺好的咱就模仿 所以今天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下去 然后遇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财政的问题 中国话讲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不管你是有经验的牧师 还是你没经验的牧师 一开张 跟你做生意是一样的 财美永远这样煮茶 开门提前是 你要不要租个场地 必须要 那就得付人家租金 你要不要办个活动 要那办个活动 就各种各样的费用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想问你 多少人想参加 今年12月份的 one hour each week的10周年活动 如果你们有感动参加 你们就答应 我有感动 我想参加one hour each week的10周年活动 10周年一个活动 建设之间太不容易了 我要参加 你要有感动 你就答应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有感动 你们很多人甚至外地都想去大连 我参加one hour each week 10周年 那现在问题来了 10周年的活动 兵马被动 粮草先行 这10周年的活动 你心里有没有个数 大概得花多少钱 我们班长方大多少钱 所以今天我奉主明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 所有的姐妹 我们就跟神祷告 神哪 10周年要花很多钱 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 上帝一定会亲自赐福 上帝一定打开天窗 上帝一定给我们恩典 那我愿意成为被上帝使用的管道 恩典到我这来 我把恩典 去献上 所以你的经济被祝福 你的工作被祝福 你的生意被祝福 你有收入 你把收入拿出来 捐出来 然后我们10周年就有经费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听众 就不要等着10周年说 哎妈呀牧师花这么多钱 要10周年还没开始呢 就说牧师钱准备好了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当牧师这些年 我经历过很多挑战 经过一个最大挑战 就是兵马动了 粮草还没来呢 所以人家有经验 就是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我都是兵马动了 这个粮草还没来 所以那个时候 对神没有信息 那自己想办吧 对神没有信息 我们就去做生意去了 刚好那个时候 大连也在开放 有很多外资进来 有好多机会 所以我找到一个 美国公司老板 我说你这个是基督徒 你应该知道 中国教会不容易 反正有些事 你给张丝也能干 你给李四也能干 你就给我王五呗 因为你给我干 我可以挣点钱 这钱就可以维持教会的运转了 因为教会有租金 那有什么 那个老板也很慷慨 咔咔咔 就在我们这做了一些事情 第一个 所有招聘就给我了 所以 催娟做猎头 那都是后背晚生 你什么 晚背后生 前辈在哪呢 前辈在这呢 那王牧师是这个大连标 我找到猎头 那个老板 当时给他们公司写封邮件 说为了保持我们企业的文化 我们希望呢 这个我们在中国 招聘员工都是基督徒 但是呢 这个在中国 因为基督教是被政府限制的 所以不能公开打网告说 我招聘员工 必须招基督徒 所以呢 只能委托特定人 教会的一些这个牧师 来帮我们招聘 你知道吗 咔 这一封件写完了 我就成为这个唯一总代理 你招人 你忠望也不好使 不用你 就用教会的牧师 请的都是基督徒 所以那个收了一页钱 那还有一个生意 你们知道 就是他租一辆车 那辆车几乎不怎么用 就是早晨 把他从乡里拉 拉到造船厂 晚上在送船厂上 给他拉回来 中间他媳妇偶尔去买个菜 逛个街 这个车使用率非常的 跟他们公司 其他的车来比 但是这个车 费用特别高 每年给我们几十万的 阻折费用 所以亲爱的 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正没挣到钱 挣到钱了 但是这不是上帝喜悦的 因为上帝要自己 养他的教会 而不是靠 人的走 所以 所以王牧师 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 连王牧师 都需要被教会养 结果王牧师 不需要教会养 当然教会没钱养 王牧师自己养教会 到外面挣钱 回来养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去想 如果上帝真的在 如果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用我帮忙吗 上帝自己绝对能搞定 那我就觉得上帝搞不定 我来上 结果我就去做 挣不住钱 挣不住钱 结果挣不住钱了 也得罪神了 然后有一些事情发生 后来七七八八的事情 我以前也讲过 感兴趣的可以翻我以前的讲道 今天细节我就不讲了 但是就遇到一些事儿 最后你会发现 真的应了中国那句话 偷鸡不省反就一把 你挣的钱全打进去了 还赔了钱 额外我又借了不少钱 所以那一次打击对我来说太大了 上天我是好心 教会连房租都付不上了 我这是东找西找 我找到了这个外企老板 然后他的猎头让我垄断了 他的这个租车 我能租一辆这个 这个性价比贼高的车 然后教会有经费了 结果这个不怕灭好事 就怕灭好人 遇到这么一个人 搞一堆事情 现在这个猎头也做不了了 租车也做不了了 还得赔人家钱 上帝就跟我讲一句话 上帝说如果教会是我的同行馆 一下就给我怼那去了 你知道吗 上帝有时候怼人也怼挺狠 那我想算了吧 上帝既然教会是你的 我又在教会打工 那你给我发工资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立定心志 什么生意我都不做 我就全意全意服务上帝 我就跪下来跟上帝祷告 有困难我就跪下来跟上帝祷告 前两天孙灵不给我写一段文字吗 说牧师啊 被你的这个见证感动了 跟我十来年了 才被我的见证感动 我们教会的人也太后知后觉了 不管怎么的 他感动了 我也高兴 他说看到你 卡跪下来祷告 那我跪下来祷告 那不是现在了 那家伙 有历史了 所以后来 我们就经历很多很多的祝福 上帝没有让我们教会缺乏过 所以今天七上兄 七上姐妹 回到开头 王牧师 一夜翻周 回到结束 借着错误 借着痛苦的经历 借着这些打击 然后我们痛临死痛 我们悔改 我们就变成智慧人了 当然后面还有大大小的事情 我们就变得更有智慧了 所以今天七上兄 七上姐妹 接纳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神已经完全接纳你了 神爱你这个人 不管你做得好 做得不好 神爱你这个人 你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会管教你 有人圣经书就帮我 把诀恩经文找到 神所爱的 神必管教 那神爱你 神管教你 神管教你 你就得了智慧 你得了智慧 变成智慧人了 你就会越来越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 从最开始马经说 牧师啊 这个事是好事 但我干不了 到现在马经成为 这领军人物了 我们的空农课堂 现在越完越好 马上空农课堂就要扩容了 我们几乎 主要的城市都可以有空农课堂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为这事祷告 已经很久了 心都开了 马上上海也要开 第二空农课堂 邓灵那有可能是 因为他两个韩节 差很大 所以邓灵那开两个班 那实际就是两个空农课堂 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要开一个班 所以上海一下就三个空农课堂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想慢慢的丹东啊 安徽啊 河南 我们可以就开下来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 马经在前面 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 我们看起来什么都没做 但是我们的祷告 推动着这个世界 在往前发展 按照上帝定的旨意 在去成就神的旨意的方向上 往前走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门 先般人受刑罚 郁闷就得智慧 所以今天亲爱的众 亲爱的众 亲爱的众 从现在开始 我真的要讲理句心理话 我已经好多年没骂人了 你知道吗 我已经好多人没骂人了 所以如果2024 2025 2026我骂你 你是应该感恩 还是应该生气 然后就走了 前面 这个好多人 我没骂就走了 后面 我骂也不走 前后一对比 神在我们教会上去 所以今天受刑罚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不能因为你 一件事做对了 另一件事做错了 就不被刑罚 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这件事做错了 咱们这件事就得白痴白痴 白痴的目的 不是为了打击你 白痴的目的 是为了让你更好 先般人受刑罚 愚蒙人就得智慧 所以我自己 我盼望我们弟兄 我们姐妹 有一个宽广的心 宽广的心 接受自己的不好 也接受自己因为不好 而受上帝的关照 所以我在那个痛苦的经历中 我也做了两个重大的改变 第一个我接纳我自己 我是不那么聪明的人 有些事真的没看透 出事才明白 你知道 当然有很多人更笨 出了事还不明白 我至少是出了事我就明白 第二件事 既然出了事我就认了 所以当时我借钱 我也不让别人去 把我来拿捏 你要的不是钱吗 我钱已经没有了 我已经赔了 我去借钱 我也给你 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拿捏我 当然后来上帝祝福我们 这些钱也都不完整 所以今天亲爱的兄弟 亲爱的兄弟 亲爱的兄弟 我们必须纪纳两件事情 第一我们是不完全 第二因为不完全 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 磨难 管教 批评指责论法 我们要接受 因为这个目的 这重点不是受刑法 这重点是后面得智慧 所以我们打字后面打字 得智慧 得智慧 所以前面系面是受刑法 受刑法 你不愿意受刑法 我太理解了 因为我也不愿意受刑法 可是前面受刑法 是为了后面得智慧 然后当你成为智慧人的时候 你就更宽广 像我现在这样 别人说点啥 一点不记头 然后别人做啥事 我一点不伤心 然后智慧人受讯会 就变得智慧 我们就变得更加的 在神的这个真理上 满有神的这样的一个 丰满的性向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在想 我们教会一个简单 没教二丽 那一年他去大连 那一年他去大连 我又不在 所以二丽也是个好人 但是没看明白 这一看 这教会挺团结 这有人篡团挪拳 所以二丽当时就要提前行道 幸好神感动我 让我及时察觉到了 没等他去做了什么事的时候 我先把他送回河南 所以那一次我对二丽的动作也很大 他都买好机票 我说你把机票退了 我不让你坐飞机 然后自己买了张卧铺 我说卧铺也退了 三十多个小时 从大连到河南 三十多个小时 我说你坐硬板回家 不是钱的问题 我要让你在路上好好反省反省 我想二丽记得 别人可能不记得 二丽记得 机票满了 无所谓 不管多少钱退了 然后自己买张卧铺 卧铺也退了 坐硬座回去 路上不必补票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兄姐妹 那你想想 这个牧师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自己现在想我也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很感谢主 借着那个痛苦的经历 阿里回去以后经过很多的反思 然后现在就很明白 很知道界限在那 很知道神的功应该怎么做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弟兄姐妹 谢曼人受刑罚 我不愿意受刑罚 我也知道你不愿意受刑罚 可是受刑罚不是 中心的刑罚是后面 欲谋人就得智慧 智慧人受训惠 我们得了智慧的人 我们也会被人家给滴了滴了 那我们就变得知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必须承认我们不完全 也必须相信 神借着这一切 让我们越来越完全 所以你爱神吗 阿门 神也爱你 神经说了 神所爱的 神必管教 神所爱的 神必管教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怕啥呢 不要怕别人说什么 不需要 我们喜乐的 哈利路亚 敬拜 我们喜乐的去做 神感动我们 神护照我们做的事情 让我们所做的事情 在神的里面 得到承载 得到奖赏 因为神经说 上帝给我们的冠冕 是不朽怀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